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全视角,我是月鑫 在今年的父亲节当天,罗祖兰和李亚南大放地公开还二胎喜讯 圈内圈外的友人以及粉丝都纷纷地为他们送上了真挚的祝福 一转眼,李亚南都已经到了运晚期了 前不久,网上还曝光了一组夫妻二人合体拍摄的运气大片 看到即将生产的李亚南美丽依旧,真是羡傻斯格尔人了 作为二胎准妈妈,李亚南已经非常有经验了 她时不时地就会在网上分享自己的运气日常 之前还因为她的一句将大宝的衣服整理好给二宝穿 引发腹中二宝仍是女儿的猜测 除此以外,李亚南还频频地修出自己的超高厨艺 她亲手做出来的面包卖相与店里的相差无几 是妥妥的翘厨鸟 期间,李亚南更是挺着大度为老公王祖兰做爱心美食 秀厨艺的同时又把狗粮撒了 简直将嫌弃一面,展露得淋漓尽致 这边李亚南各种幸福温馨小日常秀不停 王祖兰也丝毫不落后 前不久,网上调侃女儿天玉还不满两岁 身高就已经快到她的腰部了 导致王祖兰本尊晒出妇女合照回应 一句身高随妈妈,长相随我 简直傲娇得不得了 10月20日 王祖兰再次在个人社交平台 分享了与老婆女儿的温馨时光 幸福美满的模样 真是隔着屏幕都被秀到了 动态中天玉宝贝化身小萌吃货 全程啃着冰淇淋,完全停不下来 看她一手拿碗,一手拿着冰淇淋的模样 真是可爱诈评了 别看天玉还未满两岁 但是小妮子在爸爸妈妈的心心教导下 已经变得非常懂事了 这次虽然吃着自己非常喜爱的冰淇淋 小宝贝还是大方的与爸爸分享 并主动投为爸爸 不用想都知道 知道女儿手里临时的王祖兰有多开心了 原本以为妇女俩这次会上演一出温情戏嘛 没想到王祖兰不走学长路 在天玉再一次给她投喂冰淇淋时 她竟然一口就将冰淇淋吃得只剩一点点 屏幕上的字幕 不要给我吃完 留一口给我 简直是将天玉的先生完全满美诠释了 不得不说 王祖兰真是太调皮了 而面对老丸童爸爸 天玉一点都不生气 并且还在爸爸吃了之后 又跑去投喂拍摄视频的妈妈 懂事可爱的药杂真是萌化了 不过 最后天玉还是吃得一有未尽 还拿着碗开始舔 真是猛炸了 而且仔细一瞧啊 天玉的小肚男的也是超级强劲啊 果然是十足的小吃货一枚 看着王祖兰谁做的照片 网友纷纷留言 真的是太可爱了吧 小女生好可爱呀 从小就知道分享的宝贝 长大一定会有很好的格局 女儿好可爱 好懂事啊 懂得和爸爸妈妈分享 王祖兰的生命故事 周所周知了 欢乐有时 失意有时 王祖兰是个80后 1999年 因出演动作喜剧片 《阳光警察》 而进入影视圈 然而此时的香港电影 已经示威 王祖兰并没有赶上 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 所以出道早期的王祖兰 硬生生的被逼成一个多妻艺人 在《独家世爱》 《东风之珠》 《唐新风报》 《雪景初更》等影视剧中 你能看到他打架楼的身影 在香港的很多综艺节目中 颁奖典礼上 甚至婚庆 公司开业等场合 他还当主持人 那时的王祖兰辛苦 疲于奔命 但是赚不到多少钱 可是服务内地发展之后 王祖兰的人生轨迹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2年1月7日 王祖兰参加了 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 彼时 这个其貌不扬的香港艺人 现场掌控力十足 给观众们带来了很多的笑料 湖南卫视秀到了商机 以5万元每集的价格 邀请王祖兰参加 自制综艺节目 百变大咖笑 聪明的王祖兰利用内地观众们 对传奇明星 经典影视角色的怀念 他模仿张国荣 四大天王 葫芦娃等等 大打情怀牌 迅速圈粉 随着人气的飙升 王祖兰的酬劳水涨船高 变成了35万元每期 短短两年的时间 王祖兰光靠着湖南卫视 收入就突破了千万大关 与此同时 王祖兰还在 校公正武林 爱情来的时候 实为奴 多部影视剧中 客串演出 其在增加收入 圈了综艺粉的同时 更是圈了很多影视粉 待到羽翼丰满之时 就是一飞冲天之计 果不其然 2014年 王祖兰在成为奔跑吧兄弟的 常驻嘉宾时 当季的酬劳 更是达到了200万元 王祖兰的演艺事业 在内地迎来了春天之后 他开始筹划起了 自己的人生大忌 2013年 王祖兰耗资 1340万元 在香港大雅景花园 购置了一套豪华海景房 仅仅只是给妈妈住 2015年 王祖兰再次耗资 1.14亿港元 在香港新界 一龙湾 购置一趟 260平的豪宅 更是创下了香港 新界 东区分层物业交易记录 一般的明星呢 在兼顾 演艺事业的同时 投资买房 并不少见 但王祖兰还要开公司 2017年1月16日 王祖兰在北京成立 首工艺公司 这家公司的名字很低调 涉及的业务 却各个吸睛十足 一人经济 影视创作 影视投资 后期制作和项目策划 五大板块 集合了业界精英和顶尖团队 担任涨多人的王祖兰 凭借这家公司收入早已破亿 而且王祖兰和妻子李亚南一到 目前夫妻二人还在自媒体直播领域 大杀四方 在王祖兰事业上顺风顺水之时 他也收获了幸福的爱情 其妻李亚南升高1.75 曾是两届文革华华一小姐冠薰得主 加盟TVB之后 也曾是炙寿可热的当家花旦 男人骄傲之时 纷纷和和 彼此的王祖兰在TVB紧紧拿着8000元的底薪 一次闹分手 王祖兰对李亚南说出了那句治理名言 你现在跟我在一起不是因为爱我 是因为你没有别的选择 等你有别的选择之后 你还是回过头来找我 那才是爱我 2015年2月14日情人节 王祖兰在香港迪士尼酒店 为李亚南举行了童话婚礼 向事人证明了 不是所有的童话都是骗人的 写他的爱情 有些煽情 写他的作品呢 大都是客串 写他的人生经历 又成了炒冷饭式的盘点 首先一个人拼到底 拼的还是实力和才华 王祖兰读书期间 成绩出众 其唱歌表演 写作 口才等等 样样实力不俗 王祖兰进入娱乐圈之后 不管是港台的四大天王 还是内地的何炯 谢娜金星 这些娱乐大咖都能成为其好友 跟其会做人是分不开的 你何时见过 听过王祖兰跟别的利益人死逼光 初到一时 王祖兰仅拿八千元的底薪 在香港很多服务员和保安的工资 都要比他高 是想如果他不努力坚持的话 能走到今天吗 一个人的失败是必然的 成功是偶然的 天使地利 人和战尽 还需要一些机遇和运气 一如王祖兰当初选择到内地发展 现在和李亚男一起转战 自媒体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 王祖兰之前po出了一家四口的文心合照时 曾表示 非常期待二宝的到来 看得出来 无论是小家伙 是男宝宝还是女宝宝 都注定是家里的团宠咯